害怕 你看什么呢 身体不怕 爸爸会一直陪着你 爸爸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我们听医生的话 还是吃药会好得很快 知道吗 妈妈也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 妈妈也会一直乖乖的 不 不被乖 这小女孩知道 你不用害怕 女孩啊 我哪知道 她是女的是她媳妇 我哪知道 这我就问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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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操警舍 这怎么了 拿着 带我去 露一下来 回去让姐定夺 掩护我 爸爸答应 新姐 等你的病好了 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 好不好 好 孙女小朋友在吗 在 到你了 好 走 爸爸帮你进去 要是 找你 去找你 去帮你 去找他 去找他 来 去找他 去找我 去找你 去找你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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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起来 喂完了你 你活不起来咋的 我郁闷 你不郁闷你就不来找我 你不郁闷我就不知道 这些日子发生了这么多事 我看呐 你就是活该 龙马 我本来是找你解心宽来的 你怎么连半句安慰的话 都没有啊 你要我说什么 你要我劝劝你 那个小文姑娘多好啊 对你一往情深 你要好好地对待她 放弃那个许致 那还是让我劝劝你 放弃小文姑娘去追许致 谢谢 谢谢 你呀 要怎么说好嘞 就你那么点心思 我比谁都清楚 你现在就是说 硬着头皮 去跟那个小文姑娘好 那无非不就是 那天你喝醉酒了 那天那个了嘛 要对人负责任 是不是 你真正喜欢的 又是另外一个人 一边是真情 一边是责任 很难选择 你说你好不容易 你从小云的影子里走出来 我老马多高兴啊 她没想到 你总是在感情方面犯糊涂 我要是知道你跟许致的事 我说什么也不会让你放弃 哪怕是就撞男枪 撞得头破血流 那也不能放弃啊 多好的一个姑娘啊 你怎么可能就拱手让人呢 如果说当初啊 你不放弃许致的话 或许会峰回路转 也就没有后来这些事了 妈 我觉得 这都是老天的安排 是不是老天 知道我心里有别的女儿 替小云来惩罚我 简直就胡说八道 我闺女就是那种 小肚气强的人吗 自己没本事 她赖个姑娘身上 完蛋干嘛呀 那别说 晓雯也是个好姑娘 这可能就是命吧 好 好 好 玩具小朋友在哪 在 到你了 好 上手帮您进去 我都没敢让咱爸知道这事 咱爸要是知道了 非得把这艾伦给批了不可 你没看完呢 这后边还有呢 我用看了我相信他 姐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这么确凿的证据摆在眼前 你还相信他 我是觉得这段视频 跟艾伦对我的调整 感情相比实在不算什么 再说了 他要是真的有个女儿 我觉得也很正常啊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 是还没有一点故事啊 是是是 他有个女儿是不奇怪 但奇怪的是 他有个女儿他没有告诉你啊 而且他和他的前妻和女儿 一直在私会 我觉得这就是他人品有点问题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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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情不是还没有查清楚吗 不要这么早做结论 姐姐 你知道你现在唯一要做的是什么吗 就是和这个艾伦 及时地划清界线 斩断情思一刀两断 我觉得 艾伦没有告诉我事实 应该有什么难言之隐 事后她应该会给我一个 合理地解释的 我怎么劝都没有 你真是无药可救了 行了 行了 你别瞎操心了 我能不操心吗 你是我姐姐 我去上厕所 你自己好好想想 快去吧 喂 喂 小致 你在哪里 我想接你 好 你在哪儿 我来找你 差不多了吧 急上吧 这哪儿够啊 你等会儿 我再没瓶酒 我留一会儿 睡个儿 你还没有 holo 不愧我 不愧我 relação sobre 看什么呢 没什么 好了是吧 走吧 走吧 这就是我的女儿辛迪 答应我 先别生气 耐心地听我把话说完 可以吗 你说 我现在还没有和辛迪 跟妈妈离婚 事情是这样 在新加坡我的家族 和她的家族是世交 同时也是商业合作伙伴 我们的这段结合 完全是因为我不想违背 父亲的意义 但是结婚没几年 我就对这段所谓的商业连 一后悔不已 因为我发现 我根本不爱她 我和她的感情 其实早已经破裂了 我有多次提出一会 但她就是不同意 总是拿争夺辛迪的抚养权 来要挟我 不得离婚 所以才一直拖到现在 我为了避免跟她在家里 无休止地争吵 为了不让辛迪 活在一个不快乐的家庭里 也为了自己的一些亲近 我选择了来到中国做生意 没想到 我说你 我说你 我在这里遇到了我的真爱 从遇到你的那一刻开始 我就觉得花光了这一辈子的运气 你就是我的命名 是我想后半辈子在一起生活的 于是我加紧了对我妻子离婚的催促 但是每到这个时候 她就拿女娅出来说什么 因为她知道 辛迪在我这儿有多重要 是除了你以外的全部 所以我想先选择隐瞒你 等一切事情尘埃落定以后再告诉你 但我没想到这一次 她竟背着我偷偷地把辛迪带到来找我 结果在飞机上去空调着凉发烧了 关键是 辛迪她有先天性严重的心脏病 稍微有一点头疼脑热 如果不加以注意的话 就有生命的危险 我那天在跟你逛街的时候 我突然叫到她妈妈的电话 我的心一下就紧张起来了 我生怕她有一个三长两端 所以只好找了一个以工作为借口 抛下你赶去了医院 以上就是全部的事实 徐智 对不起 我欺骗了你 韩星卫 你对我如此诚实 其实我也是不想再忍受内心上的煎熬 才告诉你的 我的内心 其实不允许对我心爱的人撒谎 那天在医院里 我又再次跟她提起离婚的事 但她总是以 心里现在还在病床上有多可怜 还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拒绝我 我现在也十分无奈 十分痛苦 我知道 对你隐瞒这一切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我们作为爱人 我应该尊重你的感受 所以 我今天把这一切都告诉你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面对这个事实 我们一起来共度这个难关 是 如果 你要是接受不了Cindy的话 你也可以尽管提出分手 我尊重你的选择 Cindy好可爱啊 我很喜欢她 艾兰 我不允许 你再说出刚才那种丧气的话 我以后也不希望听到你说分手这两个字 我 我非常能够理解 你对Cindy的感情 我愿意和你一起照顾Cindy 我相信 我能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照顾Cindy的 我也愿意跟你一起想尽一切办法 去治好Cindy的病 但我有一个条件 你说 你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立刻马上跟Cindy的妈妈做个了断 因为我不希望我今后的生活被任何人打扰 好 我答应你 这件事我会尽快处理掉 一处理完我就立马和你结婚 和你还有Cindy 组成一个让旁人羡慕的幸福家庭 谢谢你 许臣 哥哥 我来倒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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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事 来 敬我哥一杯 好呀 以茶代酒 哥哥 去吧 去吧 许致 刚才我一直忘了跟你说 你觉得雷达 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吗 没有啊 我们俩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不是说你们俩的事 我是说雷达平常她那 这 人没有吧 咱们那搞文艺的 可能就是这样的 这看人家不顺眼啊 不是看她不顺眼 那天我去演播室 我亲眼看见 看见什么呀 我都不跟你说了 不跟我说是什么意思呀 你这是说话说一半是吧 我回来了 闹腾忙一天又去哪儿了闹腾 惊喜 惊喜 凤凰岛 周末海岛游 干吗呀这是 一个富安公司举办的活动 邀请我们全家一起 去海边度假 这么好啊 是呀 邀请 邀请咱们全家去 什么朋友这么有钱这么大方 还邀请咱们全家去 熟不熟啊 不熟去了不就熟了吗 就是 而且你一定要去这个活动 因为这次的活动主题是 与伙的哦 你还可以正好带茶医去 这是个好主意 你看你们最近也没什么进展 去一趟这个还挺浪漫的 我就不去了 那都是你们年轻人的事 我年轻的时候野外考察 去的地方多了 这些对我不新鲜 我不去 老板 这你就不懂了 还有什么能比沙滩 海浪 更容易培养感情的呢 对啊 老板 你想象一下 你和陈阿姨 往那个海滩上面一坐 小海风一吹 然后呢 望着远处那个夕阳啊 慢慢地收起余晖 我悬挂在海和天的边缘 到时候 你再给陈阿姨准备一个 深情的告白 接下来呢 就是一个激情的案子 特别浪漫 头疼 头疼 我帮你 你赶快给陈老师打个电话 我头疼 我一会儿捏头疼 头疼 头疼得厉害 我头疼 别演戏了 你这演技太烂了 不行 我真头疼得厉害啊 这 关键时刻掉链子 就是 我真的 你想邀请谁去啊 我 我好好想想吧 你们俩管我不管我 要去赶紧给我找这儿药啊 快点 头疼厉害 不管 老师 你就别挣扎了 你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知道吗 对 要不要我帮你给星老师打电话呀 别 老师打电话呀 老师打电话呀 谁呀 诺诺 诺诺 来了 老师打电话呀 小莫妮 嗨 哥儿 什么事 我 刷牙 睡觉 你姐夫啊 吃零食打游戏呢 刚忙上工作 怎么了 周末 周末 没事啊 周末 海岛游 我去 我去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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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记得多带几套泳衣啊 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 行 那你和姐夫好好准备一下 挂了 你怎么还不睡啊 我正好有个事想请教你啊 要是海岛的事我可帮不了你啊 大姐肯定饶不了我 不是那事 那啥事啊 这个 这个 你看你在你们这个娱乐圈啊 时尚圈 时尚圈 都一样 又在国外待这么多年 这个 国外对这个男的喜欢男的这事怎么看 大部分人都持很开放的态度 这没有什么直直演演的 女的也有啊 女的也有啊 有男的肯定就有女的呀 你说咱们家的女孩子不会受这种影响 有这种倾向吗 老师 其实 我 别瞎想了 你要是怕我们仨也变成那样 你就赶紧把舅妈娶回家 让我们家庭美满 心里没有阴影不就得了 我努力吧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个了 不会是你溜弯的时候 哪个大爷看上你了吧 别胡说 好 没正经 快睡觉 我是帮同事的孩子问问 好 这样啊 挑一件你最喜欢的好不好 这 这最喜欢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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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也就行了 别别别 咱们这个月可严重超值了吧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打什么 小舅舅 我这三件要是买了你那有镜就买不了了吧 老婆 咱们不是 不还有信用卡吗 就新办的 你想什么呢 你 你那张信用卡是为了还先前那张的 肯定不行 老婆 该出手时就出手 单件事 不对称款式 精准的往胸 顽利服饰裁剪 老则身 不对称镂空 强大的速射功能尽险你 火辣的身材和完美的曲线 你能忍住吗 买买买买 看 隆一个扇子 拿着你有劲 全买了 朱元 什么刷卡 许致 艾伦 这是最终确定的订货单 品种挺多的 但是我没有订太多的数量 我想前期先看一看顾客的喜好 可以 就按你说的做 辛苦你了 应该的 怎么 还有什么事情吗 周末你有空吗 这个周末我要回趟新加坡 处理点自己的事情 你找我有事 上次不是约吃饭没吃成吗 我本来想说周末要不要一起的 你有事就算了 下次吧 要不这样吧 等我从新加坡回来 我约你 我请你 那我先走了 好 许致 走了 姐 你下午去拿吧 许总好 走 怎么了 没事 我就看你干吗呢 你怎么那么闲啊 真够无聊的 对了 我还真的有事找你 周末你有空没有啊 这周末 必须有啊 你要约我 你能问问吗 他那个朋友说 周末请我们全家去海岛游 还可以带朋友 我想说你要是有时间的话 就供我们一块去呗 我就喜欢海岛游了 就这么定了 我让我爸带上晨鱼 正好啊 你也帮我看看 没问题 交给我了 儿子您帮我签个字可以吗 你有什么不明白的 就来找我啊 去吧李清 好的 谢谢阿淳 陈教授 我需要你的帮助啊 我需要你的帮助啊 看你这大包小包的 就没什么好事 说吧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全家受邀海岛游 这次海岛游的主题是 情侣 还怎么让我带对象去 所以 所以什么呀 我帮了你一次两次 还没完没了了 情侣好 好人做到地 送佛送到夕 我保证 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 我看未必 这回跟你们全家去海岛 下回是不是 我们得直接举办婚礼了 这 你还是跟你的女儿们 坦白交代吧 不能跟孩子们说 那不是伤孩子们心吗 再说 那前面演的戏不都前功尽弃了 那也是你的事 是你们家的事 关我什么事啊 这回我是爱莫能助 你要是 不好意思跟你的女儿们说 我帮你去跟许致说说 可不能跟许致说 你念在孩子们 对我一片小心上 老师 您这儿再帮我签个字 怎么办 来 去吧 谢老师 谢老师 怎么样 陈教授 行 我再帮你一次 许教授 你说你 你们家里面 这孩子跟你 也算是互相关心吧 怎么搞得都跟 给对方上大行似的呀 我这是最后帮你一次 是看在孩子们的分上 你记好了 就这一次 这一次之后 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老死不相往来 好 你说要许致知道了 我跟着你骗他 我成忍不忍了 我就 就跟个大骗子似的 我保证 这是最后一次 全家人都去还叫上你 这说明什么 说明在许致姐心里 早已经把你当成一家人了 大哥 这回你这样成吗 你们俩进度这么快呢 我怎么不觉着 一点都不快 大哥 你现在应该抓紧冲刺 许致姐已经明显地 向你抛出橄榄枝了 你这时候要再不表白 那也太不够意思了 照你这么说 我这次 还真得有点动作 那个 我听说许叔叔的女朋友 也叫陈鱼啊 对 有一期我们录节目 我们请来那位心理学专家就是他 你们都认识 这怎么可能呢 怎么了 跟你说话大哥 我上次亲眼看见 许叔叔跟陈鱼两个人 在化妆间门口吵得不可开交 他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这怎么可能谈恋爱呢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了 我亲眼看见他 你不是也对许叔叔谈恋爱这事 保持怀疑 我说公奶奶们 你们收拾好了没有啊 爸爸我好了 我穿鞋就好了 不是 我那屁肩呢 姐 你看我屁肩没有 没有啊 爸 你好了啊 我好了啊 你呢 我好了啊 不对啊 我手机呢 手机是吗 诺诺 我马上就下去 马上啊 那你快点啊 我外边等你们进了 王闯 想着帮许菲拿东西啊 好嘞 来 这 这 过来 这根本不会用鞠啊 多可惜啊 有何高论 这鞠就像法 直来直去 大开大合 这老兄 老是用鞠 保其他的棋子 这不就是 显得被动吗 看来研究过棋谱啊 我就是喜欢琢磨 就像我这个人啊 就喜欢用马 马呢是剑走偏锋 容易变痛 它是一种术 说白了就是有的时候 只可意会 对 我本人输马 这可能是一种情节吧 你输马的 要不说还真看不出来 我也输马 你看这可比我年轻多了 这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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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许 老许 真没想到啊 你这新女朋友 陈老师 我跟你说 这可是我节目的重量级嘉宾 许致跟我说我还不信呢 没想到你们也认识 是吗 真没想到 我们俩是一个大学的 来 老汪 等着急了吧 没事 看下象棋啊 那个人都齐了 那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好 好 这是我朋友汪国坤 这是我大姐许志 你好 二姐许葳 这是二姐夫王闯 然后这位呢就是 大姐的朋友雷达 这位呢就是我亲爱的舅舅 后面那位漂亮的女士呢 就是我们的准舅妈 大家好 你是诺诺的朋友啊 谢谢您 请我们大家一块儿去度假 不用谢 我这个人就喜欢热闹 人多了不是热闹吗 咱们都到齐了吗 齐了 那到齐了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好 来来来 坐我的车 我这个车可以坐四个人 走吧 走吧 徐志 你跟我们坐雷达的车呢 您跟陈老师坐雷达的车吧 我跟他们就好 没问题 那个老许 别 上车 坐我车 正好咱们仨好好聊聊 来跟我走 这儿这儿这儿 陈老师 老听许致说起你和老许的事 怎么不常来家里啊 搞得我现在才见到你 别把自己说得跟家里人似的 人家去不去我家里你知道啊 我不是听许致说的吗 你这么激动干什么 总也摆不清自己的位置 是 我这脑子 现在你们俩的关系比我亲 就是啊 虽然你们俩在肢体上 始终保持距离 你说这老许啊 一见到我车 就直奔副驾驶 就怕我一路上 功虚寂寞了 好兄弟啊 真是 我晕撑 坐后边我怕我吐了 下一个我 嗨 下面的朋友们 达哥 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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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一场都不高兴啊 快快快 responding 你怎么一样伫 Sophie 如去 可以吗 2008 谢谢啊 谢谢 老龙 你看 底下 feeling 你怎么应 大爷 老汪 那医生竞牌就别显摆了 你看这老汪都不你装 他 他不是王庄吗 先生买件泳衣吧 我不买 先生 这里有规定 不换泳衣不能下水的 我又不下水 我买什么泳衣啊 爸 这怎么回事 怎么不换泳衣啊 他这儿下水必须买泳衣 那不行 人家有规定的 不算泳衣人家不让泳 就是啊 这不是这裤衫都太短 太花了 服务员 你这儿有 保守点泳衣裤吗 再保守就只有连续的了 这个 我这连续 而且还保守 来来来 就这个了 就他了 我陪你 什么意思啊 保保保 保保保 我 我不游 保吧 慢点 慢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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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放开放开放开 放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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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版了 不行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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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展示一下 给展示完了 展示一下 来来来 放放的 加油 再展示一下 都海豹一样 海豹 海豹 海豹一样 看徐平洋那个 爸 别走啊 我挺蒙的 出来吧 没事 挺好的 来源 在新闻 我们进行 璧环境 releases 颜色 同行 ont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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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能跟年轻人在一起玩多好啊 你 你这人怎么那么小心眼 一个人能请别人全家来玩 按他什么心 他什么意思 我刚才问了 他跟我同岁 比我只小一个月 这么大岁数的男人 靠一个小姑娘 什么人呢这是 你 你内心是太有疾病了 岁数大了 就不能跟年轻人在一起玩了 你跟雷达还玩得挺好的呢 再看这俩 天哪 天哪 你说雷达 雷达又怎么了 是说雷达跟许致吗 我还正觉着他们俩挺般配的 他们俩是不是好上啊 会结婚 挺好的 结什么婚 他们俩不是那么回事 胡闹 怎么胡闹了 我觉着挺好的 我挺看好他们的 我觉得雷达挺帅的 许致也挺好的 他找这么一个男朋友 非常合适 以后结了婚啊 就他们俩再生个孩子 一定非常好 孩子一定非常可爱 雷达把许致当姐妹 什么呀 什么眼神啊 我觉着他特别喜欢许致 许致呢也挺喜欢他的 很般配嘛 你不不知道 你跟着瞎说什么呀 行 你这个人简直是太奇怪了 莫名其妙的 我 我这次出来玩我觉得更可怕 你不了解雷达 你没看他私底下什么样 我怎么不了解他了 我跟他认识 我们一起工作过 我觉着小伙挺好的 非常优秀 我看得出来他喜欢许致 你这爸怎么当的呀 他们挺般配的呀 那他不是那样 他跟我装什么呀 他装什么啊 他跟我装有什么目的呀 他怎么就跟你装啊 他 你 你怎么了 我明白了 你回避一下好不好 我跟雷达谈谈 要 要不 要不我先给你端杯酒 你配上一杯酒 然后一副优胜的表情 我觉得跟你挺般配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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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先回避一下 吃的是蜜蜜的 吃吗 不吃 我吃 雷达 妈 怎么了 我妈叫你啊 叫我 妈 老姐 怎么了 跟你姐妹玩得挺开心的呀 好呢 好呢 行了 别演了 拿你当朋友女的跟我耍花活骗我 把许致当姐妹就为了在身边照顾她 是不是 老许 你听我解释 你解释什么呀 我拿你当朋友 你跟我来这套 什么事我都替你兜着 还嘱咐我不让我告诉许致 我以为这是你的隐私 我可以为你隐瞒 是 原来是怕说漏了馅啊 是 我不该这么骗你 可是 我这也是没办法呀 当初 要不是你成天逼着我相亲 我能想出这样的办法吗 我自己都觉得恶心 我觉得你挺享受的 老许 在许致这件事上 你怎么跟防贼似的防着我 你就是贼我就得防着你啊 我不同意你们俩好 但不同意你们俩好 并不意味着我们俩不是朋友 你没有必要这么骗我 我不是说了吗 老许 我是迫不得已 谁没有被逼急的时候 你被逼着相亲 你不是找了个假对象吗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没听懂啊 你别装了 我早就知道了 你跟那个陈瑜是假恋爱 小点是 没事 听不见了 这事别跟许致他们说 好说 那我的事也一笔勾销 你就当什么也没发生了 以后不许逼着我相亲 反正你要逼着我相亲 我就把你的事捅出去 咱俩谁也别想好 成交 这还差不多老许 我记得你说过啊 只要我悬崖了嘛 我就可以追许致 滚蛋 没心 大哥啊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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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赞茄子 西方 赞茄子 西方 赞茄子 好 赞茄子 好 赞茄子 好 赞茄子 就是赞茄子 咱俩 这太香了 别走歪道了 爸爸 你吃一个吧 你刚才叫你主持 给 来 大哥 谢谢 今天今天你自己拿 来 我去给王女儿酱 来 自己来 谢谢 人来了人来了快去 大哥 谢谢 好嘞好嘞 干嘛 好 味道真不错 酱汁很有特点 还是你说过 这个酱汁可是老汪 特地从家里 给我们带来的 调的时候可不达了 很多料都在国内 买不到的呢 我说嘛 酱汁既有特点 又不掩盖 大厦新鲜的原味 一套一套就好 你是美食节目主持人的 中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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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上上 上啊 我也去看看 上啊 我说这老汪啊 什么都懂 刚才跟我卡了会儿汽车 现在 又玩起王者荣耀了 对啊 我也觉得他神通广的 他不是听说 我在茂月做酒屋吗 还给我介绍了不少的客户呢 我跟你说我老公可厉害了 你看看 王者 别老玩儿游戏了啊 干点正经事 多吃几根牟蛎 对你有用 你看 马上 吃牟蛎 下巴 下巴 你吃了 别打野了 我不吃了 我不吃了 老王厉害吧 那你吃个下巴 我下也不吃了 我营养过剩了 什么营养过剩 刚才又游泳又打球的 体力都透支了 该补就得补啊 这么大岁数啊 谢谢 保持什么体型啊 这 朱大洋 你看你 来不来把岁数挂在嘴上 这么大岁数怎么了 这么大岁数就应该放弃自己 什么都不干 在家里吃喝等死啊 我是那意思吗 我也没说那话呀 什么岁数干什么岁数的事 成天跟小年轻一块玩游戏啊 打球啊 拼得过吗 这也太自不量力了吧 老许啊 老是把这岁数挂在嘴边上 是心态不好 岁数大了也有权利保持优雅 你看看别人汪主编 跟年轻人什么都能玩 年轻人会的他都会 不管是精力啊精神面貌啊 身体状况啊身材啊 一点都不输给年轻人 上上上上 你要向别人学习 我看你这是赤裸裸的技 漂亮 打他打他 徐薇 你不是爱吃吗 也不怕长肥 别玩了你过来吃 来 望主编玩得不错啊 第一次玩就玩这么好 厉害 我跟你说爸爸 只有吃饱了才有利息减肥账吗 好吧 老婆给我来一只 好 陈老师您先吃吧 我我我先不吃了 来了来了 来来来 拿点 他爱吃虾 妈妈搭 妈妈搭 小吃 给你吃 你别忙着比我呀 你自己也吃 我吃了 吃了 谢谢啊 跟我还客气 同学 谢谢啊 女士们 我们这样玩很没意思呀 你看你们都不怎么说话都不动的 我们来玩一个人多的游戏怎么样 老人杀 真心话大冒险怎么样 这个好 玩这个才有点更加的意思吧 是吧 这什么游戏啊 真心话大冒险啊 说真心话不能撒谎 你看 我牌都带好了 而且我们还有 金龙泉啤酒 一九七八 原脉质的 浓度超高的 一会儿玩输了可要喝酒的 你们玩吧 拜拜 拜拜 别走啊 别走啊 干啥你不回呢 回来 干吗呀 不是 我不会玩你们这个 妈 别那么不合情啊 我又不会玩 既来之则安之 妈妈妈 爸 来来来 一 二 三 干啥 干啥 谁 谁最小 真心话还是大冒险啊 真心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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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心 喝 喝酒 喂 喂 我陪你喝 我喝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干嘛呀 老婆 你喝什么酒啊 你那游戏没什么意思 你跟谁是一会儿的 我要是输了 我要是输了 我一定大冒险 收牌 牌都给我 继续 继续 来来来来 收牌 老许 八 八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谁 是谁刚才说大冒险呢 还是认赌服输 来吧 说 大冒险 放场 来来来 大哥 什么要求你说 我说 不说 有叉子 对不起 爸 您能不能起来一下 配合 配合我一下 你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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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 配合一下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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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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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宝贝 跟我回家吧 那辣没小的你 优优独装 好 packag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 杨茜茜 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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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一个老许 玩一个 玩一个 来一个 老许来了 来 来 在哪里 来 二 三 开 开 老毛最小 老毛最大 老毛最大 这不好吧 你看我 你玩啥 什么 什么 玩什么 老许 真心话大方鞋 真心话吧 真心话 好 出来 对 那 许教授啊 那我可就开问了啊 那您和陈老师是真的啊 您需要许陈老师为妻啊 她是谁啊 她凭什么问我这问题 玩游戏嘛 得遵守游戏规则 快说 快说 我刚才都玩的 这是什么的 我不玩的 我不尊重你们的规则 陈老师的脸都红 别别别 不说罚酒也可以 喝酒 喝啤酒 来 我陪你 喝一点 改个节奏啊 你看看 我直接抄 老师 你们这些大年纪的人 来个真心话都不敢玩 看我的 最大 随便问真心话 好 敢问女中豪杰 情人几个 别说没有啊 这么没有创新精神的问题啊 说谁啊 能不能说点正经的 多谈谈自己个人事业问题 你不问 本豪杰也说 有 一个 这 谁啊 这说不要说 你怎么不提啊 我这样宣布 我现在宣布 我和汪国坤正式交往 掌声 好啊 你说什么 你说我谈恋爱了呀 你不总让我谈恋爱吗 我 我本来啊 是想找一个正式的场合 跟您说一声 既然诺诺 已经说了 那我也 也就没有什么要隐瞒的了 那个伯父 是这样 我们决定在一起了 希望得到您的同意 别叫我伯父 你得到罪了 喊我伯父 你好意思吗 阿赫 你别激动啊 我怎么都不激动啊 他都要退点了 都可以做你父辈了 杏芳呢 别以为自己有几个臭钱 就可以拐骗小姑娘 你吵我不要 徐教授 你不要冲动嘛徐教授 诺诺已经不是 我冷静什么我冷静 诺诺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他比你想象的要成熟 我们都是成年人 我会 我们会对我们做的事情负责任的 呸 您听我说 我希望您给我们恋爱的自由 你什么自由啊你 自由过头了就过活儿 跟我回家 走 快点 我干什么我不回去 你给我怎么走 我不回去 小小 你别冲动 你看 你现在回不去啊 这儿明天下午才有船呢 别冲动 别冲 来 坐坐坐 有实话慢慢说嘛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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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生气了 你说你出来玩儿呢在这儿 对啊 进来之责安之吗 是吧 对 对 安什么安 我安得了吗 惹出这么大的事来 我再安我安息了 对啊 是我的轻巧 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怎么跟你二姑二姑夫交代 别生气了 对啊 别嚷嚷啊 别伤身体 来 喝点水 我这么烫怎么喝 泽西 这个凉快 喝这个 好 对啊 我捏啊 你还是很欢慨了 对不起啊 没有啊 真是 许晗 你舅舅姐 姐姐 你 你去 无论狂风和雨夜 一颗不变的心 无论狂风险起一片蓝天 是谁 那我去啦 唯有缠鸣的灯塔 你已记忆中 放了你我的家 我就说不来得破地方吧 你们非得来 欲谋已久的这是 一诺惹出这么大的事 我怎么跟她妈妈交代 来来来来 生气了 好好跟她说 对 我能出什么事啊 我找个对象也错了 你这是问我呀 谁让你找对象了 你得好好找啊 年纪相反了你不找 能一半到老头回来 真的不回事 你说话别那么难听啊 我跟万国坤那是真爱 我用不着跟别人解释 爸 爸 你心不心合的那奖 他能听明白 你 你别生气 你明白 他明白什么他明白啊 这还真爱呢还 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 我不能由着你胡道 我不能由着你 跟他分手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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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小心 我凭什么分手啊 凭什么吵扰扰扰的 让我找靠谱对象的是您 那现在我找着了 让我分手的也是您 我让你找靠谱的 我让你把六十岁老头头 凭回来吧 六十岁和二十岁 大四十岁 这什么这是 为老不尊 您别要说话这样 侮辱别人的感情和人格 行不行 考虑过别人感受吗 尊不尊的又不给您过 我们两个都是成年人了 有自由恋爱的权利 我自己爱情 我自己收 我自己做主 你做不了主 你爸 你妈把你修给我 这事得我做主 我不行 老许悦呀 我得说你两句 你这么耍脾气 不是老吴语诺往外推你吗 怎么了 我贸用 你还敢过来 怎么着 你还在总乎你 快动啊 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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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不老许回去 去不老许回去 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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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是不是 爸 爸 你算了 爸 爸 你看 爸 爸 爸 你看 爸 爸 你大个天气坏身体怎么办呀 你 你把他叫什么劲啊 别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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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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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生气 别生气 我没有别的意思 爸 我就是想跟许伯父 好好解释一下 许教授 许教授 再说 你觉得现在能谈吗 许教授正在气头上呢 你再把他气出个好歹来 你担得起呢 有什么事你跟我谈吧 不是 可是你 本人 许教授干儿子 吴依诺就是我妹 这身份能谈了吧 可以 那你想知道什么呀 什么叫我想知道什么呀 您来找我们谈 你该谈什么就谈什么呗 好 你帮我和许伯父 不不不 许教授 解释一下我今天这个事情 我很抱歉 我真没有想到怎么 这个事情引起 如此强烈的反应 这出乎我意料吗 是什么事情吗 我希望和全家人好好 沟通一下 得到家人的理解 就这么简单 你别家人家人的 这个家里 除了诺诺 没人承认你的关系 我就跟你说两点 我就跟你说两点 第一 如果你就是 小麻烦年轻小姑娘 趁早死心 别说老许 我第一个饶不了你 第二 就算你是真爱 你都六十多岁了 身体不比年轻人 就从这一点 你跟吴依诺就没有可能 不是 你说话 不要这么武断好像 我先纠论一下 什么六十多岁 五十多岁 我不是随便之人 我汪国坤是一个正经人的 我夫人去世这么多年 我从来就没有放弄过我自己 我和吴依诺从认识到现在 我们俩是认真的 我们俩的感情非常之好 还有啊 你今天看见了 这一天下来 这运动看到了吗 我和年轻人没有什么区别啊 我 没有问题啊 爸 别别别 别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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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了 吴依诺是一个独立 有思想的女孩子 她为什么不能和我在一起啊 我们俩完全可以面对 所有的问题 请你转告 许教授和全家人 可以吗 爸 爸 你哪儿都摔坏了 爸 我跟你说 你说出大事情我也不同意 爸 爸 就不理 把我家不变了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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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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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那并嘛 有些 您是教授 我 我跟你说 爸 你 你干吗呀 大热天着急上呼 奇怪了身子怎么办呀 这还是专家呢 你跟她借什么气 太出乎我意料了 太出乎我意料了 息怒 息怒 别生气了 老许 雷达 你不是能力相关系多吗 马上找一座船 一分钟都不能留 我们走 不是跟您说了吗 船 明天下午才有呢 再说了 这时候 您能走吗 您已走了之解脱了 有 吴依诺一个人在这儿 万一让那个老不正经的 占了便宜可怎么办 那老不正经的 花花长次可多了 不然 诺诺能被他迷成这样吗 就是 吴依诺毕竟混时尚圈 混了这么长时间了 什么人没见过 许致许为看着诺诺 雷达王爽 你们俩给我看着王狗坑 你忙着你们的吧 你忙着你们的吧 我一人想静一些 那 谢香吧 那您一会儿回屋 洗个澡 解解房啊 放松一下 老许 更新米山且离之 三军过后 尽开眼 走 王爽 诺诺 你过来 你干吗呀你 怎么了 我现在连三公权力都没有了 你好好说话呀 对吧 你把你的想法 心平心合得跟你舅舅说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舅舅的脾气 我说什么呀 我再说我还是那套 我就是和老王掌情相悦啊 我这孩子 就喜欢耍小姐脾气 又来 抛哪儿去啊 找死我了 找你们俩 这大圈 你怎么回事啊你啊 我怎么了 你不要跟爸爸好好说呀 你要给他个缓冲的时间的呀 我刚刚就是这意思啊 对啊 他的那个态度 跟我说完态度 你看看你自己什么态度啊 你那态度就有问题知道吗 来来来 别耍耍小孩子脾气了 赶紧上去好好说 你不是说也解决不了问题的呀 走 姐 你俩上去我我接会儿 好的啊 好好说啊 知道了 爸 爸 诺诺有几句心里话要跟你说 您心平气和道 听她说完 千万别生气别上火 别上了身体啊 好 记住我刚刚跟你说的啊 乖 好好说话 是吧 学会突然袭击了是吧 打算干什么 我不想干什么呀 人家老汪请我们全家来旅游 把我们安排得好好的 大家都在 那我不就想趁这个机会 宣布这个喜讯吗 你觉得这是个喜讯是吧 晴天霹雳啊 在我脑子上想了一个炸雷 你知道不知道吗 怎么就晴天霹雳了 那不是您天天让我找个 靠谱的对象吗 我哪知道您这么生气啊 我让你找 我让你找大四十岁的 大十岁八岁我都接受 舅舅 我又不是小孩子 这就是你们这代人的思维是吧 只考虑自己的感受 别人怎么想呢 一概都不去想是吗 那您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在我的世界里 爱情就是自由的 是灵魂和灵魂之间的交流 是灵魂和灵魂之间的交流 我就觉得只要两个人幸福就够了 现在是您不理解我 我也理解不了您 反而我和老妈妹 舅舅 您就别把注意力放在我们身上了 成了 您可好好出来度个假 放松放松 您跟陈阿姨好好培养培养感情 您又不愿意玩 您进屋里看看书 看看电视 研究研究您的鸟 您说您把陈阿姨带来 把人在那儿一晾 自己可好了 当起国际检查来的 我跟她那就是 我不把注意力放在你们身上行吗 我看到有问题我不说 今后你们要面临的一切 你们都要去承受啊 这都不知道啊 哪你说那么严重啊 我和老汪这不也才认识 刚刚在一起嘛 那您也得给我们点时间行吗 您呢 先管好您自己的事吧 别管我管的 这段完全不被打扰的时光啊 真的是太美好 这一天热闹 就跟上了战场一样 情节紧张激烈 令人血脉堪肠 说着自己跟英雄好汗似的 我敢打赌啊 真要是上了战场啊 血脉膨胀的那个人 一定不会是你雷达 老许今天勇猛异常啊 他倒挺适合上战场的 不不不不不 你不了解我爸 我爸就是因为太在乎了 才会这么敏感的 所谓爱之深恨之切 诺诺呀 虽然不是他的亲生女儿 但是从小诺诺在我们家 生活了很多年 有时候我爸对诺诺 比对我跟薇薇还好 你这种没心没肺的人啊 不懂 不不不不不不 你这么说 对我也不公平 你不能只知道啊 爱之深恨之切这样的话 你还得知道另一句 什么 爱之穷实尽沧桑 你爱谁了情那么深 好 谢谢啊 你看看他们 好 老许啊 我特别想批评你 虽然你们家的事情我管不了 但是你刚才那个举动 哪里像个有文化的人 哪里像一个大学教授啊 那么冲动 我都看不下去了 你让孩子们太难堪太尴尬了 老许啊 任何感情的发生都有它发生的原因 你不能把你的意志 非要强加在孩子的身上 你可以把你的观点告诉孩子 把你的建议告诉孩子 但是最终的决定权 属于孩子自己 你怎么就一定认为 男的太大了就不可以呢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陌路狂发看过没有 好莱坞女演员 苏珊 她比她的爱人 大三十多岁 女的比男的大三十多岁 你是不是觉得这更可笑了 但是她们的感情 得到了所有人的注目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难道她们的情感就是猥亵吗 都很卑鄙吗 每一次收到你的前女友啊 你都扯开话题 你今天都跟我说呗 到底是为什么你跟你的前女友 最好没有走到一起啊 闷哪 我刚走的时候啊 我就感觉 我这辈子 不可能在第二个年 我和小云大学毕业就在一起 那时候的爱情真美好 我也不知道 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天 怎么就这么幸福 我们约好 要手牵手 走遍世界的每个角落 一起看大海 一起看日出 一起品尝生活的干苦 一起创造人生的辉煌 我知道 我现在说这话 特别的搞笑 但那时候 真的是特别单纯美好 我也不知道我 怎么就变成今天这样 我们的婚礼 我们的婚礼 离我们的婚礼 就差三天 这件事情过去多久了 两年 三个月 离了二十一天 离了二十一天 喝酒喝酒 有时我就在想 如果那天 我没嫁过来 我就可以安全地 把她送回家 我宁可那辆车 撞的是我 你也别这么想 人生没有回头路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不一定比现在过得好 没想到 你的情路 有这么坎坷 好吗 同是天涯 沦落人 沦落人 谢谢 但是我 我觉得雷达 你啊 不应该安心做这个沦落人 都过了这么久了 你应该开始一个新的恋爱 我做不到 你要是做不到啊 你就真成了生活的失败者了 作为一个男人 不能心甘情愿地做生活的敌人 这样很没肿的呀 你才没肿 这话应该送给你 你逼我好不到哪儿去 你五十步 笑百步 我不承认我是失败的 你要是不承认 你现在 你就赶紧转个人爱给我看看 好 我就是喜欢你 怎么样 敢不敢跟我谈恋爱 什么 你看你 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吧 你这看我笑我去 我看不起你 不是 你看不起谁啊 好 来来来 谁不敢啊 不就谈恋爱是吧 来一下试试看啊 来啊 真的吗 我看看你到底有多大的爱 多深的情 我现在我就让你看看 看什么 我看你 拉钩 大哥 你 你这太幼稚了吧 你看你看你就是不敢了 算了算了算了 算了算了 来来来 别吵起人 我拉钩了我还不敢了 来 拉一个快点 拉呀 等候归来的人哪 拉好了啊 不行不行 我怕你反悔 我得留点证据 干吗 忙活时代 你看看看 你一直来 拉啊 拉 拉紧了 别给我拉开 行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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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来留个证据啊 谁今天要是反悔了 谁就是小狗 我也来一个 来 来 夜 一颗不变的星薇 一颗不变的星薇 唯一春 Honey昀一老天 小狗 干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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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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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宝 有 喂 来来来 干吗 来来来 再来一个玫瑰 小人 行了吗 没喝多啊我跟你说 我绝对没喝多 行不行 等会儿等会儿 干吗 还还还不够还不够 这这这这照片啊 说山准备删了 咱们得来点实质性证据 来来 干吗 来 亲爱的 我女朋友了都是你这 从今天起 我跟许致就是 拉钩上吊一百年 不许变的情侣了 严肃着 你看 你一笑 来 给你 什么来着 我们是拉钩上吊的情侣 不是上吊的情侣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的情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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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路途有多遥远 抓紧了双手就能走到天边 陪你漫步这个世界 无论狂风和雨夜 一颗不变的心为你撑起一片蓝天 世上会有永生的玫瑰花 我又不是小孩子 我们都是成年人 我们有自由恋爱的权利 年龄根本就不是问题好吗 我和乌依诺从认识到现在 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我们是认真的 你觉得不对的就一定是不对吗 爱情就是只有想不想爱 没有该不该爱的 好多看上去完美无缺的爱情 被人看好的爱情 最后呢都是以破裂而收成 是什么的 我就可以帮动 还有一点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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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梅达 你起来了吗 服务员 你好 他们都去哪儿了 他们都跟着王总监 去海上钓鱼了 我唱的歌 冷戏 我请你一口 我打赏 我いた 我打赏 快更快 快就打工 你闭嘴 看海鸥呢 昨晚睡得好吗 还行吧 孩子们都出去玩了 爸 我仿佛是个多余的人 我听雷达说 你昨天晚上睡得特别我 海鸥坐落在浅滩火礁石周围 给航海车发出 提防暗礁的信号 海鸥沿着港口冲入飞行 航行的时候 迷途或者遇到大暗雾的时候 观察海鸥可以辨别方向 是吗 海鸥贴近海面飞翔 预示着未来天气清晃 海鸥在浅滩徘徊 预示着未来天气逐渐变坏 海鸥如果离开海面向高空飞去 就像现在这样 成群着海鸥 向岛屿飞行 预示着暴风雨迹向来 是吗 这么准啊 是 你那么了解海鸥 放着 我是研究鸟儿的嘛 我觉得鸟类世界 远比人类世界简单得多 有时候我想 我的精神世界仿佛还在鸟类世界 我对鸟儿的脾气品性了如指掌 可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我感到非常困难 你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你怎么会属于鸟类世界呢 人啊就是有头脑有思想的 人也是一个高启动 有思想有头脑就会有困惑 每个人都一样 不光是你 是这样的 反正我觉得 可能是因为我的职业问题啊 我的固负要比别人严重 徐老师 我能说你两句吗 你这个人啊就是太不合群了 还小心眼呢 你看着汪伯坤 跟你的孩子们打成一片 各种不平衡 你不懂啊 我懂 嗯 我知道 你现在还在为刚才 诺诺的事情犯愁呢 没事的 想那么多干嘛 相信孩子 诺诺表面上很聪明的 实质上很单纯 你父母把孩子托付给我 我是要担责任的 我特别理解你 但是处在热恋中的人 你说什么都没用的 你得想办法以后 慢慢地去跟他说 不着急 我想起了埃德华大夫的 一句台词 女人在热恋中智商是最低下的 这对吗 这对吗 海鸥真好看 海鸥真美 谢谢你啊 造成我那么多海鸥的事情 真的是长见识 妈 你喝个杂鱼汤 可以可以可以 您收获不小 你这一块大鱼 大鱼呢 你这种大鱼啊 别许 爸爸 爸爸 快点 来 陈老师看看 怎么办 看看我们的收获 今天收获这 爸爸 快看收获 来 谢谢 于肚子 怎么样 怎么样 达哥后边还有很多呢 看 恭喜 看好这个 东兴帆 东兴帆 看着 来 早 早 不好意思 闹零 还是把这个瓶口给换一下吧 这样太糟掉了 你不是要反悔 不想谈了吧 谁反悔啊 不是打赌吗 这不是试试吗 是 有屁肺 别瞻前顾后 那我缩头无不一法 不是 我主要觉得太高调了 这添乱你知道吗 大哥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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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好吗 好 好 好啊 到了 来 诺诺 来 来 你总笑什么呀 我都快气死了 有那么好笑吗 我笑啊 我看到了一个大人说什么都不爱听 爱认真 爱叫汁的小姑娘 我这次啊 就跟他叫这个汁了 伯父真的是老了 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固执啊 气死我了 诺诺 你呀 太孩子气了 你舅舅就是因为太爱护你了 才这么做的 你要理解他 我不管 反正这次啊 我说什么我也不回去了 你不管 那我们俩 那就私奔 好吗 亲爱的 不管是天涯还是海角 我带着你 亲爱的 你带着钱 你记住哦 好 你可一定要带上钱 烦死了 还开玩笑 那你说我们俩现在该怎么办呀 想办法说服你舅舅 好了 你今天也累了 早点休息吧 好 来 看看你的房间 走了 这儿 前面这个 我的天呀 前边 这风格我也太喜欢了吧 喜欢吗 那我能不能一直住在这里呀 没问题呀 只要你喜欢 睡了吗 睡了吗 准备睡了 累了一天了 那你早点休息吧 晚安 晚安 好 刚才让你吃饭的时候不吃 现在饿了 也不叫我给你做 刚才气都气饱了 躺在床上越想越生气 这个汪国坤太坏了 现在把诺诺拐走了 诺得连家都不会了 人哪拐了 你看你对老汪的评价 你这话说的就是把弄弄往外推 怎么了 忘了放鞋了 是我把他往外推的嘛 就是汪国坤鬼心眼的太多 那小姑娘哪受得了她骗呢 好了 尝尝 行了吗 行行行 你以为诺诺还是那个成天 为人里屁后面转的小姑娘啊 人家长大了 现在正是迷老王迷得不行的时候 别说你这个多年不见的舅舅了 就是他亲爹亲妈来啊 估计都管不了他 他把他妈管得了管不了我不管 反正我得管 您啊 不能逼他 诺诺的性格你若是不知道 从小就叛逆 你越让他不干什么 他越跟您对着干 微微逼急了还会偷哭口本呢 你要是把诺诺给逼急了 回头直接给你领一个外孙子回来 我要看你们吧 我以为那户伙伴是你偷的吧 我那是帮凶之夜 行了 那事过去了 他也不说了 诺诺这事怎么办 我听你的 这事啊 先缓缓吧 他自己要想不明白啊 谁说都没用 对吧 他这个孩子 什么事来得快也去得快 现在正在镜头上 过了几天说不定 他就看不上老王 有道理 那这回你得帮我啊 平常没事的时候 多在诺诺耳边 帮我悄悄变故 别让他干啥事 我都真领回一个外孙子 我受不了 别操心别人了 说说你自己的事吧 我有什么事 还搁着眼呢 别有我不知道 你跟陈老师 谈恋爱的事是假装的 你怎么知道的 还能有谁告诉我 陈屿都跟你说了 这事闹的 怎么 你还想让陈老师跟你演多久的戏啊 不过陈老师也劝我了 我想了几天 确实是 这事我还不能逼你 本来我是好心 想跟你找老伴你开心一点 结果现在弄得麻烦这么多 好了 我以后 不逼你约会了啊 真的 不过你自己 晚年的生活 你要好好考虑一下 我哪有工夫考虑我自己呀 那个 早点吃完 早点休息啊 我接个电话 这么晚了谁来电话 早点休息啊 你不已经睡了吗 怎么又打电话来了 睡不着 想你了呗 那什么 你想我了吗 想想想想想 那 你 你爸 怎么样没事吧 还好 应该没什么事了 放心吧啊 没事就好 你都几点了 赶紧睡了 明天还要上班呢 明天上班我送你 好好好 晚安 等一下 又怎么了 亲一下 亲一下啊 亲一下啊 宝贝 亲什么亲啊 跟我学校 挂了 宝贝 别别别 你去去 喂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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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雷达 雷达 不好意思啊 我刚刚收拾衣服晚上来了 漂亮 没关系咱们也关系 不都应该的吗 来 来来 坐吧 谢谢 对了 你今天忙吗 不忙 还不忙 怎么了 昨天晚上 我不是刚刚把我爸爸安护好吗 想着说今天去劝劝诺诺 但是我今天工作特别忙 我怕我走不开 所以我想是如果你有空的话 你帮我去开导开导弄弄 我去合适吗 没什么不合适吧 我看他对你印象也挺好的 是吗 行 那就交给我吧 谢谢你啊 跟我还那么客气 那我走了 好 再见 反正我接你啊 好 请进 许总 这是今天议会资料 谢谢你啊 这个你知道是谁放的吗 这是艾总刚才亲自送来的 好 好的 没事了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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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èse 啊 ricular 我 爸 你们这不干活 不知道在这儿嘀咕什么呢 达哥他 达哥怎么了 达哥今天好像有点不太正常 从来上班到现在 就只是待在办公室里 有可能在那儿笑 也不知道他在笑些什么 我刚才去给他拿样片 一不小心拿错了 他竟然破天荒地没批评我 还夸我平时表现好 说要重用我 还要给我加薪 我觉得达哥 今天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不像我平时认识的达哥呀 你事儿呢 那么多啊 工作做完了吗 没那么 去 妈 吃个蹄子快甜了 爸爸 我家坚持去 健身房教练给我打电话 说你很长时间没去健身房 怎么回事 开始我还不信呢 你在跟我演戏呢 爸 我错了 我偷懒了 我 我 我不该欺骗你 耍小聪明 我 我 我罪该万死 我 我 我 行了 行了 我也不是声唐审安 王闯啊 钱我给你花了 你不能让我替你去练吧 你跟我说实话 你到底怎么想的 王闯 你就跟咱爸表个态 别让爸着急 你说 说以后怎么练 我保证 以后听您指挥 您指哪打哪 健身次数比吃饭睡觉都要多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我说的 我保证 我没强迫你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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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差不多 爸 吃个气了可甜 别老想着让我吃 你要多吃水果 补充叶酸吗 喂 叫 别不睡 我 别不睡 请你啊 别 谁啊 请进 达哥 是我们 小蚊大帽 请进 喝点什么 茶还是咖啡 不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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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什么东西 随便拿 来 达哥 你今天心情不错吧 不是不错 是相当不错 有什么开心的事说出来 分享一下呗 达哥 你们周末海岛游玩得怎么样 挺好的 那你跟许致姐发展得怎么样 对对对 表白了没有 好 你就这么严肃干吗 到底说还是没说 还是说了 让人家给拒绝了 说了 许致同意了 许致同意了 我们两个在一起了 真的 这么说你和许致姐 确立关系了 当然了 她现在已经是我 正式的女朋友了 我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 你们就得管她叫嫂子了 恭喜达哥 达哥 刘晓伯 你跟我终于聚到一中人了 你怎么一点都不替我高兴啊 高兴 高兴 当然高兴了 这还差不动 达哥 你跟许致姐的事情 许叔叔同意吗 她还不知道 不知道 因为我们觉得时机还不成熟 所以就没跟她说 那她知道以后会同意吗 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不是 达哥 你干吗呀 我要办件重要的事 拜拜 好 为了不辜负你老丈人的深情厚义 我们决定对你进行魔鬼训练 什么魔鬼训练 来 速度 较快点 较快 较快 坚持住 较快点 往下堆一点 往下堆一点 好 坚持不住了 来 非常好啊 继续 继续 不行 五 八 四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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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练就对了 这么练你老太满意吗 满意 满意 非常满意 再加强 好 行 来 继续 这么练我报速度有希望 加油 加油 快 快快 快 快点 速度 快点 速度 快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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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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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拜拜 拜拜 你好 你来找我什么事啊 你解脱我给你带个线 你要是来给全家当说客的 你就免开尊口 怎么可能呢 我是一直站在你这趟的 我是支持你的 我怎么可能当说客呢 真的吗 当然了 我跟谁都说 汪国坤是那种 从哪方面看 都是非常优秀的男人 我可是 从来不轻易给人家好评的 算你有眼光 不过 你今天来 不是特意来告诉你支持我的吧 其实 你可以当我是来 给你提供解决方案的 其实你姐是支持你的 但是你这样 跟老许僵持也不是个事啊 毕竟我们是长辈 因为这事 再起初病来 你后悔都来不及 所以 你得采取更变通的方法 让他接受才好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但是 怎么样才能变通呢 你去做我伯父的工作吗 我真的挺想帮你的 帮妹妹两肋插刀也是应该的 你也知道 这种事啊 哥哥是有经验的 许葳王爽结婚那事 我相信 你也有头儿了 不过 现在 又让我站到老鼠的对面 说实话 我挺纠结 好 嗨 阿姨 你这绕来绕去 说了这么一大圈 你是给你自己 进我们家门铺路呢 好眼 我就知道 跟你沟通不费劲了 咱们明人不说暗话 我已经跟你姐在一起了 但是 碍于老许的情绪 现在还不能公开 成吧 那就这么办 只要你帮助我和汪国坤在一起 我就同意你和我姐姐的事 算快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好美啊 是啊 怎么有王长武的声音 真破坏气氛 你也好美啊 你也好美啊 没事啊 没事 你接吧 喂 喂 许致 明天早上的会议提前到了八点 我告诉你医生 好 知道了 那早点休息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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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电话 没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马上给挂了 我们把手机都关了吧 我们把手机都关了吧 好 嗯 嗯 嗯 怎么了 我有点累了 那我送你回家吧 嗯 我帮你拿吧 你啊 不行啊 快 你说你啊 你说你这脸脸 你说你得奖 你不能奖 你认最多了吧 就是了 你拿这个样子 吴力啊 雷达 雷达 你们在那儿吗 先走啊 你们先走啊 nn ró 明天见rie grandfather 明天见 明天见 您谁 Member 偷看 你看看 我把它炕了你看 하지만 厉害吧 这姑娘长得真标志啊 雷达 这姑娘是谁呀 给我介绍介绍 这是你同学呀 还是朋友啊 什么呀 你都看不见人了 手拉着手 这关系还用介绍吗 行了 就你呢 雷达 快给妈介绍介绍 谁呀 是啊 这是我女朋友徐健 这是我妈 这是我爸 伯母好 伯父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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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姑娘长得 这姑娘长得可真有气质 是 姑娘 阿姨这花来 送给你 不不 不 谢谢 谢谢 你费这花 好看 你谢谢 谢谢 你真是你真是荣誉的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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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搞这个不给爸 还说一声呢 真好 姑娘 今天多大了 在哪儿工作呀 是国企还私企啊 这家里几够人呀 你约正没有钱啊姑娘 我女朋友有点累了 明天早上要上班 我得送她回家了 恭喜你们 德奖 对啊 上班的儿子 公主 公主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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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来我家做客啊 你那个给你做好吃的 你想吃什么跟李大叔 一定要来啊 你要来 小子行啊 这点儿虽我 能泡妞味 你说什么呢 口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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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贴点口误 走吧 你是我的小牙小苹果 我 尊魔 爱你 都命不高吗 老公 你回来啦 怎么了 怎么了这是啊 今天怎么累成这样了 你是没看见你爸今天怎么在健身房练我的 在健身房的时候 我以为我今生今世再也见不着你了呢 怎么太夸张了 我爸这不是为了你好吗 你看你那小肾板儿弱不尽风的 让你好好练 为了我好 我看呀他是为了他自己 这怎么说话的这是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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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跟你吵啊 没力气了 嗯 老婆呀 干嘛 你看在我这么累的面子上 你怎么不能 能不能把下个月的零花钱 先支给我呀 行了 你媳妇我最喜欢发零花钱的 看小王同志每天都这么辛苦 零花钱 给 老婆大人 说说啊 来 拿句话 怎么编二百了 不五百吗 去凤凰岛玩的时候 你没消费啊 没买东西啊 没买纪念品啊 这些都是从零花钱里扣的 那 那怎么能算零花钱里边呢 那你也买了好多呀 那怎么不扣你自己呢 不公平 王冲同志啊 我这就得教育一下你了 你怎么能跟一个女人比呢 你要比也要跟男人比 比如说王国坤同志 你看人王国坤同志 既会享受生活 又事业又长 王冲同志 你没有事业的资本 你哪来得享受生活的资本呀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徐伟同志 我也想批评你两句了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庸俗呀 我跟你说啊 生活的本质就是快乐 王冲同志 我这就要教育教育你了 你现在为了几百块钱 说你媳妇庸俗 你好好在家反省一下你自己 反省 我为什么要反省啊 反省一下 以后咱俩的日子到底该怎么过 行了 我要去上晚班了 我反省什么呀 不是 你把那三百块钱给我 我反省什么呀 你等一会儿 老公 我爱你 拜拜 我跟你也说不着 你不得了吗 我还是要去上班 你不得了吗 我还是要去上班 你不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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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请问您找谁 我找你们汪主编 您有预约吗 没有 是这样 汪主编现在正在运动 他运动的时候不会客 要不您在这儿稍微休息一会儿 好 许伯父 许教授 许教授 您怎么来了 你要休多长时间啊 快了 我每天十公里吧 好 要不您来一下 诺诺是不是在你那儿 诺诺 对 诺诺是在我这里 您放心 我会尊重她的 在这儿是不是有点太怠慢了 要不我们去喝个咖啡 边喝边聊 请吧 请 我们这一季的红酒销量啊 特别好 当然了我也非常感谢许总监 刚来公司不久 就带来了那么好的业绩 当然了 也离不开大家一起的配合和努力 我希望啊 我们下一季度的红酒销量 能更创一个新高 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好 今天会议就到此为止 散会吧 好 许致 今天晚上有事吗 今天晚上 是这样 为了表示感谢 我想请你吃个晚饭 我 如果你要是有安排的话 就不要勉强 我只是觉得 这顿饭约了太久了 我再不兑现我的诺言 我都不太好意思了 不勉强 那就今天晚上吧 可以啊 那行 那你先忙一会儿 好的 好的 下班后我在公司门口等你 好 一会儿见啊 一会儿见 您请 我今天来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想把诺诺带回家 没有问题 我一直在劝诺诺回家 让她和您重归于好 不要搞得太僵 这个工作我一直在做 不过诺诺回家的问题 我觉得还是应该尊重一下 她个人的意见 您说呢 你是真不明白 还是假不明白 我跟你说过了 今天不妨再跟你说一遍 你如果想玩玩 你尽可以去找其他的女孩子玩 不要把我们家诺诺牵扯进去 许伯父是 不不不不 许教授 是这样啊 我真不是您 您想的那种人 我对诺诺的感情是真的 我们俩人是两情相悦 你情我爱 我们两个是真正的爱情 没有什么可以借下 有什么不能在一起的呢 就算你是认真的 你面对现实好不好啊 以你现在的年龄再过二十年 你多大岁数了 八十岁了 八十岁是老人了吧 就算你心里认真 你的身体还允许你认真吗 如果你们俩再有了孩子 我问你 你能陪这个孩子多少年 这些考虑过没有啊 我和您 算是同辈 您是长辈 我们俩的年龄差不了几岁 是这样吗 但是我怎么觉得我 我和您就 我们俩的观念相差非常远 我 我 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是一个老年人 我觉得生活对我来说还有无限的可能 这有什么呀 年龄不就是一个生理的界限吗 我跟你说太累了 我的潜水执照 体检报告 都是刚拿来的 在我心里 我从来没有觉得 我是一个老年人 年轻人能做的事情我都能做 没问题 您的心情我理解 我也希望您理解我 给我一个机会 给诺诺一个机会 给我们俩一个机会 给我们俩一个机会 让时间来证明 我对诺诺的感情是真的 我对诺诺的感情是真的 我理解不了你 让诺诺快点回家吧 好 有事儿 我们不是约好了一起晚饭吗 我都往你那儿去了 对啊 我想着给你打电话 但我一忙就忘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 没事没事 那行 那你先忙 你忙完了我去接你 嗯 好啊 那先这样 拜拜 拜拜 老雪 吃 嗯 怎么样 好酒 请 谢谢 其实 离婚之后呢 我也接触过一些人吧 但都没有找到合适的 不是他们的原因啊 可能是我 我一个朋友说 可能是我 还没有走出阴影 也没有做好重新开始的准备 我觉得吧 就是缘分未到 一个人 其实也挺好的呀 是啊 是吗 一直都没问 你结婚了吗 你结婚了吗 其实我和你一样 也离过婚 好 好 好 那 方便说 是什么原因吗 因为年少轻狂 选择了一段错误的婚姻 所以摔得很惨 都分开了 都分开了 不听那些不开心的事情 不过话说回来了 这段失败的婚姻 倒是让我真正明白 什么样的人 才是更适合我的 什么样的人 才是我的女神 那这个问题 我特别想八卦一下 什么样的女人 才是你心中的女神呢 那你得再陪我喝一杯 好啊 你慢着点喝 我郁闷 油盐不尽哪 要我说呢 人家两个怎么就不能在一块呢 我觉得诺诺找一个岁数大的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今天 谁要是听这汪老头说好话 我就跟谁急 这汪老头现在 是我心里的头号大抵 你要是也想提他说话 以后不许进我们家门啊 没这个意思 不说了 不说了 您别上伙 别敌人没倒下呢 你自己先把自己气个好歹子 小致就让我够傻伙子 先该又来个诺子 小致 你不用操心 他比诺诺成熟 心里有数 有数 有什么数 你怎么知道他外面有没有人呢 也许人家只是不说 我管他 小致现在的一举一动 全在我眼里 我现在可睁着眼了 好 老许 那你说说 你到底想给小致 找个什么样的人 你这么一问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说了 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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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这样的 不是 老许啊 不带这样的啊 你 那你说说话说这份呢 在你心里 那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啊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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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着掖着 想说啥就说啥 千万别给我有保留 雷子你吧 平行端正 我 解许狡划 为人正义 偶尔卧槽 待人诚恳 略有 心机 胸怀坦荡 暗藏成虎 可做朋友 难脱终身 老许 你 你这是 怕完了还是骂完了 急了 急了 什么事 你刚才让我敞开心肺呢 我这刚一掏心掏肺 你不爱听了 算 算了 不说了 不说了 来来来来 有时候我就在想啊 其实这人和这葡萄酒啊 有很多相通之处 这话怎么说 你看啊 这酒我们看中的是产地 嗯 其实人也一样 这俗话说得好 一方水土养一方温 是不是 感觉挺有道理的 你听我妈妈跟你说啊 你看啊 这人在青年时 虽然活力四舍 但就如年份比较短的酒一样 口味太重 而在老年时呢 虽然经验十足 但就如同年份长的酒一样 虽有情怀 但它的口味啊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 所以 只有人年过三十 体力和经验的综合能力 能够达到最高值的时候 就像年份恰到好处的一款明酒 让人喝起来回味无穷 也就像你许致小姐现在 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 暴风雨过后便是彩虹的魅力 你过奖了 这暴风雨啊 太大了 把一切的美好都已经冲垮了 一切冲垮不要紧 全部都可以从头再来 艾伦 你不了解女人 女人跟男人是不一样的 一段失败的婚姻 对女人来说 实在是冲击力太大了 来 喝一杯 你喝一杯我再给你喝 那你喝 吐了 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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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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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喝得有点多 我跟你说啊 我不赞同你刚才的观点 我要跟你说一下 我打个比方啊 你看你和我 其实啊 上一段不完整的婚姻 就好比我们俩 现在喝了不擅长的白酒 而且一喝还是一整瓶 于是醉得一塌糊涂 乱七八糟的 可是不代表其他的酒不适合你 明明是一杯好酒放在这里 你如果是因为怕醉啊 不去品尝他的话 那你怎么知道他的香甜 所以啊 其实感情也一样 只要你敢迈开那一步 多去尝试 你就可以知道 什么样的人是最适合你的 真的吗 这么说啊 我们真的算是同时天涯沦落人 你我皆是断肠人了 所以啊 这一杯 敬之音 我事先生命啊 不是对你们那个圈有偏见 在我心里我认为艺术家 他们对诗和远方 看得比现实更重要 在他们心里 更满足于对爱情的想象 和追逐激情的过程 一旦爱情变成了婚姻 要面对柴米油盐酱醋炸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索然无畏了 他们马上选择逃离 去追求新的爱情激情的那个过程 我虽然不能否定你们的价值选择 但有一点你不得不承认 对另一半是伤害的吗 是伤害的吗 老许 那你说 什么样的女孩适合我 你是飘在天上的人 要有一朵云才陪着你一块飘 什么时候你落了地了 你可以考虑结婚的问题了 不是现在 咱们不说这些烦心的事行吗 不说婚姻了啊 不说了 把这一块再做得详细一点就好了 其他都没有问题 辛苦你啊 怎么了 怎么了 长冒了 这样 我去把空调大小一点 谢谢啊 来 喝杯咖啡 暖暖身子 谢谢 怎么样 对的快差不多了吧 嗯 还有一点 马上结束了 这样吧 我看你也在这儿工作了一下午嘛 一直在低着头 脖子是不是很酸 要不这样吧 那你喝完咖啡 我们一起去海边走走散散步 不说我不感觉得到 说了我还真觉得 你有点不舒服了 那行 我把这一点先做完 行行行 我们就去好吧 好 那我等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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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我们每一位同学都能成为一位爱鸟的人 希望我们每一位同学都能成为一位爱鸟的人 下次见 你说这王国坤多可恨 就比我小一个月偏偏盯上我们家诺诺 这诺诺还死心塌地地跟着他 如何是好 如何是好 必须坚决反对啊 就一条 他年龄也太大了 你当我今天这个例子吧 你看我今天感冒了 就因为昨天这窗户病毒炎 碎得下就现在这个样了 你说咱们当年 在那野地里那什么事都没有 就是说现在岁数大了 不是说你体质好也就怎么体质好 年龄不行了 各个机能都退化了 等那个瘦数一到 那老天爷眼睛不眨把你招回来了 咱们这姑娘将来的日子长着呢 你让她明白这个道理啊 我要是能让她明白这个道理 我要是劝得了她 我跟你这儿去到什么 怎么样 出来走一走舒服一些呢 一坐就坐一天总是脖子啊 这个肩膀腰都不舒服 你看 看上绿色的话对眼睛也好 不能整天低着头 艾伦 来 现在的人呢素质都太差了 随地乱扔这些东西 谢谢啊 怎么 怎么还哭了 没有 没哭 风吹了 赶紧擦擦 今天的风确实有点大 来 把椅子披上 好一点了吧 好 许致 酒店来了个电话 我先接一下 好啊 好去吧 喂 行 我跟你说了这件事情 等我回去以后才说行吗 行行行 我现在不跟你说 好吗 我一会儿见面跟你说 对不起啊 学生 酒店 酒店突然来电话说公司有点事情 我需要急着回去一趟 那你回去吧 行 不用不用不用 你穿着吧 外面风大 回头还给我就行 行 我还想在这里再待一会儿 行 那你别着凉了 那我就先走了 好 来 来 来 大姐 诺诺 你怎么在这儿 我怎么在这儿 是你怎么在这儿才对 你这不上班吗 还披着男生的外套 是不是约会啊 人呢 没有 这是我们同事的衣服 刚刚工作完 出来散散步有风嘛 人家就借我屁一屁 行吧 走啊 好不容易逮着你 上咖啡厅聊会儿替我 然后我再叫二姐 咱俩一起 走那儿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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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吧 今天工作也差不多完成了 是吧 走 姐 你刚才是不是跟雷达出去了 什么雷达呀 我上班呢 那你这外套怎么回事啊 同事的嘛 有情况呀 有啥情况 说你的正事吧 这一家子人都操心你了 怎么了 你真的是决定跟那个老汪在一起了 那当然了 我觉得我和老汪再适合不过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可算了 真的是 我来晚了 不是我从班这儿经过的时候 就看你俩聊得这么还聊什么呢 还不是聊她的是吗 她跟老汪的是吗 看去去她了 我这孩子听不懂我说什么 死去 老汪怎么了 老汪不挺好的 咱姐 现在跟咱爸是一个战线上的 让你劝我老汪分手呗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这个意思 这事啊 你俩还喝什么吗 我先点点喝的 从小罪贼就是他 就知道做老好人 今天我觉得这样吧 反正呢 你也劝不动我 咱俩聊点别的吧 聊什么 你话说最近跟雷达相处怎么样呢 我跟雷达 我跟雷达能怎么样啊 你知道什么了 这有什么可以啊这藏着的 雷达自己告诉我的呀 说你们俩现在是男女朋友关系 这才几天呀 你就背着男朋友劈腿 谁劈腿了 这不是跟你说了吗 这同事的 人家看我 怕我着凉 借我穿穿 别瞎说 同事 现在啊 办公室里真是危机死 别瞎说 说出事 好 那我不说了行吧 那你快跟我说说 这雷达姐夫 到底称不称职啊 什么 对了 雷达 还姐夫 嗯嗯嗯嗯 你才知道呀 你和雷达好了 姐 我跟你说 姐我生气了 我为什么知道 你的所有消息 都要比诺诺晚上半年 半年 某个人交代吧 怎么回事 和雷达好上了 说呀 说呀 行了行了行了 瞒不住啊 是是是是 我是跟雷达在一起了 怎么样怎么样 跟我们讲讲 今天你俩来得也正好 我这心里啊 还有好多问题呢 要跟你俩咨询一下 请讲 是这样的 我以前跟雷达 是朋友关系的时候吧 我觉得我们俩相处得特别好 有自在 这一变成恋人关系了吧 我总觉得哪儿不对劲 我 我心里老有压力了 她呢 确实也在努力地做一些 男朋友该做的事情 我呢 也努力地配合她 但我就是不舒服 这到底问题出哪儿了呢 姐 我是这么觉得啊 你看 每个人离过婚之后 都要先经历一段不确定期 然后呢 会经历一段混乱期 最后进入适应期 我觉得你现在是在适应期 但是说认真的 严肃点儿叫 你必须得调整一下自己内心了 我也是这么觉得 行啦 你不要那么紧张啦 放轻松点啊 谈恋爱多好呀 我这老丈人啊 逼着我这健身健的呀 我这胳膊腿现在呀 感觉都不是我自己 这不抽空赶紧过来泡个澡 换一换一换 马大爷 这儿 兴器的顶级茉莉花 香着呢 谢谢您 你们小哥俩慢慢喝啊 好嘞 您忙 您忙 你说这马大爷 怎么不是我老丈人啊 什么意思 你老泰山又怎么抓你了 老泰山 那就是喜马拉雅山呀 让你无法蹬顶 没准啊 当你走到三分之一的时候 他就把你弄死在这半山腰上 哥 我跟你说实话吧 现在我站起来 我这胳膊腿 全身上下没一地儿不疼的 就我这亲老丈人 为了让我和威威生孩子 那真的是白骨精遇到了孙悟空 一计接着一计 无所不用其极啊 我现在真的是压力山大呀 你压力再山大 那你也算是正牌女爵 你再看看我 现在连个后补都算不上 得了 伯哥 你这是得不到的 永远在骚动啊 你要是当了这正牌女爵 没准你早就后悔了 过一关是一关嘛 那双老丈人那关 就是许致那一关都过不去 这也怎么话说的呢 你帮我分析分析 我跟许致馨的状态 非常地奇妙 在一起就说了 怎么一点男女朋友的 感觉都没有 没感觉 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很久啊 我也一直在想 快想来想去 我觉得 是不是 我做得不够好 不到位 你做得不够好 不到位 不对吧 哥 哥 我问你 你跟许致姐拉没拉过手 接吻了吗 那个了吗 哪个了吗 那个 我是正人君子啊 哥呀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正人君子啊 你这也太纯情了吧 我纯情 你现在充气量 就是幼儿班小朋友过家家 太纯真了 那你说怎么办哪 哥 这么办 是吗 明天晚上七点 滨海酒吧 有一场特邀的乐队表演 就带许致姐去啊 这女孩啊 一遇到美景 听到这音乐 很容易心晃神移 没准你们俩 擦住点 火花啊 太队了 太队了 是吧 不是 我说你们这个 搞相亲节目的 怎么给别人促成一对 十几对的 怎么到自己这儿就 这 这 这 明白了 当局者迷 是吧 跟我 爸 爸 爸 你怎么了这事 爸 这么严重的 你们怎么回来了 弄都给我打电话 说您病倒了 还有什么昏倒了什么 我们俩就赶紧回来了 这不瞎胡闹吗 福叔叔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爸的意思吧 也没啥大事 就怕他影响你们的工作 影响什么工作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对福叔叔这事 实际上也没啥大事 那咱 张康哥 我回来了 咋人啊 什么大事 身体哪儿不舒服了 不是 有没有大事得去医院啊 对啊 医生怎么说的 已经去了 就是今天上午啊 在上课的时候 他突然就晕倒了 我会员妈也给他送到医院了 检查过了 没啥大事 我冷了 我冷了 没啥大事 那去医院了 医生有没有说 到底住不住院啊 要不要开什么药啊啥的 我不是 是 开着一点药 不过呀 医生说了 这是老年病啊 说白了 不是吃药的事 年龄大了 气血两须 体质量比较弱 尤其这几天 又是热又是急 急火攻心 这才晕得 这是岁数大了 只是一天不如一天啊 你可今天好好的吧 明天也说不定 不服老 不行啊 什么医生啊 我滴血糖啊 说了跟没说一样 那 那头疼一头 脚疼一脚 哪儿不输 治哪儿啊 那也不能在家这么躺着呀 我胸口闷 安靠 胸口闷 安靠安靠安靠 我觉得是那医院不行 走 我带你 我带你去大医院 咱们找个专家 好好看看你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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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是 疼 不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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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医院也是很不错的医院 我的病啊 我呀 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 我都不认识了 上岁数了 不服老 不行 老冯说得对 零件 零件不行了 一时半会儿的自不来 休息两天 休息两天就好 休息一会儿 你怎么死死的 干什么呀 没有 我知道是我不懂事 让你生气了 你才病倒的 我再也不让你生气了 我都听你的行吗 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一定要好起来 好不好 那听我的就好 那我说两句啊 你只要说得出 我就做得到 我保证全听你的 那我说了 我这个病啊 就是因为你而急 就是因为你跟汪国坤的事 我着急呀我 那我看见了没有 我就是汪国坤的一面镜子 他只比我小一个人 表面上看好好的 说道谢就道谢了 你说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 你可怎么办呢 我能不着急吗 我就是为这事我呀 我急火攻心呀 你要是为了安靠好啊 你就跟那汪国坤分手吧 好 我答应你 只要你好好的 我这就跟汪国坤分手 行吗 真的 真的 立马分 现在就分 你看了吧 我就说诺诺好孩子 最听话了 听话啊 明白 我都明白 明白个大头鬼呀 你啊 行啊 船长 几天不见 还演戏装病了 这苦肉剂都用上了 我就想看看你到底怎么给我演 结果你还越演越入戏了 你不去当演员 就屈材了 你怎么说话呢你 那不都是为了你吗 行了 我劝您啊 也别在我这儿浪费您这演技了 有那本事 您还不如跟这位冯伯伯 一起去闯好莱坞 说不定还能搬回来个奥斯卡小金人 余生共度恢复 你干什么去 我去跟我的身强健壮的汪帅哥骑马 去喽 上班去 晚上我约了人吃饭啊 您听过狼来了的故事吧 热死了 什么狼来了 这三个就是狼 我回去了啊 小致 天黑了 开车的时候注意点 我回去了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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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走 喂 喂 雷达 你忙着吧 妈跟你说一句话啊 那个 那个许致姑娘啊 那个形象气质还行啊 但是好像年龄有点大 不过这年龄大 倒也没关系 把她知道持价 知道藤人 最重要的是 她的工作和收入 她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什么职位呀 那个收入高不高啊 她符合不符合 和妈妈订的那个 儿子一份的标准呀 人家在贸易金海恩大酒店 做大领导不差钱行了吧 那个 喂 喂 这孩子这话还没说完呢 是怎么回事 是怎么回事 不得了 许总在里面开发卧会呢 里面请 好 谢谢啊 来来来来 宝婆啊 这不给人打个招呼 就没让人前来这合适吗 这有什么不合适啊 那是我儿媳妇 我她为她的婆婆 我来宝宝馆这是天经地义 也对啊 老雷 什么叫超五星级酒店呀 这你都不懂啊 那意思是说呀 这个比五星级酒店 还要五星级 看来这儿媳妇 还有什么本事啊 那是 你不看谁的儿子 行 还要追你 老雷 你看看 你看看能拿了 这叫乳吃 不是 肯定是免费的吧 免费的 这便宜不占我可白不占了 还愣着干什么 走啊 走 各位先生 各位女士下午好 我是茂月金海岸的酒屋总监 我叫许致 今天这个酒会 首居在哪儿的 你少喝点酒啊 喝醉了你啊 笑的 我能喝醉 你忘了我在哪儿上班啊 我是啤酒厂出来的 熏都熏足水平了 当然喝了喝了 你们看看台上的女孩 有气质吧 长得多漂亮 你看 她的酒体是平衡的 她的酒色是沉樱桃红色 且伴着紫色的光韵 那是我儿媳妇 能干吧 棒 我个人 能看一下艾薇的请柬吗 什么请柬 没有请柬的话请艾薇出去 你管谁要请柬 你先弄心转话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看台上那个 台上那个你们的总监 你总监那是我儿媳妇 我这我这我这我就是上厕所 你可不愿意 没事 没事 你先弄清楚 没事 红水九尖总裁 这二位是我请来的贵宾 对不起 总裁 伯父 伯母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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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是许致的朋友 那我们就去贵宾室休息吧 这样也才能配得上是贵宾嘛 对吧 贵 贵宾室 对 那有厕所吗 当然有 走啊 这边请 对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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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 你好 好 来来来来 你少喝点 一个多了你这儿 我喝不多 你这吓死我了 不是 我这点热 不是 你这 不是 不是 我喝不醉 我这怎么了 这什么叫喝不醉 我这生气也不能喝点酒 我真是 儿子来了 妈 你这 妈 你们来干什么来了 捣乱来了 不是 不是 我来看我未来儿媳妇 我有什么错呀 之前也不打招呼 饶了人家会长秩序 让许致多尴尬呀 什么呀 我们可没闹 是他们先哄我们的 请柬都没有 居敢进 还喝酒 这不是 不用你们厚谁 你说这孩子 他胳膊总能浪往外拐 你就不能帮你妈 我说两句话呀 伯父 坐坐坐哪儿 在那边 我去 这边 这边 伯母 别生气了 坐 坐 雷公立 别坐 雷大兄 你也不要怪伯母了 伯母的这性格一看啊 就是性情中人 况且我们这酒味 也非常成功 所以没有必要去 纠结谁对谁错 对嘛 还是这个小伙子 说话我爱听啊 我也没捣乱你们工作 是不是 对呀 还我不是就和那个保安 和几个客人说了说 台上那是我儿媳妇吗 这有什么错 这又不丢人 真是 还不信多人 姑娘 你要这么说话 我可就不爱听了啊 怎么丢人了 你别以为你在这个 五星级酒店 当个什么小领导 你就可以翘着脚走路 我们家雷达 那大笑也是个名人 那从哪儿论 你都是高攀我们 那找着我们家雷达这样的 你快去烧高香吧你 你别胡说了 我妈说的是酒话 别跟她一番见识啊 谁说酒话了 我又没喝醉 你动我干吗 我就说嘛 打我一进门 这姑娘就没给我好脸 好感情嫌我们丢人呀 嫌我们丢人 你别进我们雷达门啊 这话说回来 真把你这样的媳妇娶回家 我妈先丢人呢 你不就站在台上 赔赔笑 卖卖酒的吗 那知道的是正经职业 那不知道的说出去 还以为做什么 不正经的职业呢 阿姨 你不要依口口的儿媳妇 好不好 还没走到那一步 这什么态度啊 这姑娘什么态度啊 你怎么说呢 这姑娘什么态度啊这是 行了 闭嘴吧 闭嘴她在什么意思 走路走路走路 雷达 不是我说你啊 你给我们找这儿媳妇 也太没教养了 还这未来的公公伯伯说话她 那是为她好 你看她那样 她还急了 还盯嘴 还敢摔门 真是不服天庭馆了真是 雷达 你妈说得没错啊 你在女人面前 你得硬气点 可不嘛 要是有女人 敢跟我摔门啊 我上次我臭她个大嘴巴我 你可拉倒吧 你敢扇我妈大嘴巴子啊 我 我那是尊敬你妈妈 不是 你别转移话题 是说你呢 老雷 我看这女孩可不是个善茬 真要调教不好领亲家来 真敢上房接吧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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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说她她就走 我跟你说 这孩子这点可真不像 这 又吹 喂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今天的事 确实是我父母做得不对 他们做得有点过分啊 我代他们跟你说声对不起 明天我当面给你赔礼道歉 好吗 不用了 我今天累了 不想说话 就这样啊 喂 艾伦 正想着给你打电话呢 今天的事情不好意思啊 差点把酒会弄砸了 实在是对不起 没那么严重 没那么严重 酒会最后不是也很成功吗 还有啊 客户们非常喜欢你推荐的那款酒 所以你不要自责了啊 你能这么说 我心安了很多 谢谢你啊 谢我干什么 对了 你和那位雷达先生 还有他的家人还可以吗 艾伦 不是你想的这样 对不起 这是你的私事 我不应该过多干预 相信你应该会有解决好的 我这是惦记你 你没事就好了 放心 我自己会处理好的啊 今天的不愉快 就让他快点过去 早点休息 拜拜 菜我都说是好了 你炒吧 来 来 来 这个给我 跟谁打电话呢 偷听我打电话呢 关心你啊 没事吧 没事 工作上的事 给 我想跟弄王子直接谈谈 如果你想自他没趣的话 我也拦不住你 谢谢 张总 您怎么来了 我找你还有您别的事 还不是你跟王哥分的事 那上次你在海岛公开了以后 那也不能不回家呀 我一猜 您来还是也有 我和老王那点事 住在一起又怎么了 上来跟海岛不是跟您说了 给我们俩点时间吗 相处 那住在一起正好呀 可以更好的了解对方 是吧 这么大女孩子 你说话能不能矜持一点 这周边不都是你的同事吗 这住在一起住在一起的 你能不能注意点影响 你没理你结婚证呢 我上次已经让了一步了 又来又来又来 您能不能别这么没啊没啊 您看您之前又是装病 又是弄紧的 有意思吗 您能不能别老逮着我不放啊 你大姐二姐现在都挺安稳 我不盯着你盯谁啊 那雷达和我大姐出对象 你不管 你说什么 谁 谁跟谁 你不知道啊 人俩都地下交往很久了 这是为什么不告诉您啊 还不是防着您 怕您知道再去换人家好事 许致跟雷达搞得下来 我 你确定吗 我骗你干什么呀 全家人都知道了 就你 就你还被蒙在鼓里 而且我觉得雷达和大姐 在一起挺好事的 人家雷达哥 大姐 二姐 二姐 全家除了您 都觉得我和老汪在一起 也挺完美的 简直是天造地盛 我看您啊 就别瞎操心了 有时间呢 就回家继续继续研究 你的表演艺术 别忘了 抱回来个小精人 行了啊 我不得听你老汪老汪 我发现了一家 不错的砂锅粥 等你下班去吃 晚上加班 整整一天都没理我 还剩我气呢 没生气 给我个请你吃饭赔罪的机会 好不好 那不吃饭了 去看电影吧 要不去海边走走 喂 喂 小致 我说的那家沙锅粥 特别好吃 真的 天天排长队 地方又不好找 真是酒香不怕降色深 我带你去吧 保证你吃完这顿 还想下一顿 我跟你说过了 我晚上要加班 我要约了客户的 我现在在上班 以后我上班的时候 不要给我打电话 挂了 喂 喂 小致 喂 晚上有什么安排吗 晚上 晚上不是约了南非的顾客 要见面吗 小致 5 明天 5 opponent 的